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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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菲賣北京三億豪宅 全都漏超REAL 大S物品被曝光 保姆街面積約14平方米 在室內衛生間 那個王小菲家的保姆 是不是爽缺啊 德州媽媽經破文公開 王小菲和大S在北京的豪宅 拿出來賣了 開價6600萬人民幣 四方亮天面積超過200平 還很貼心付上VR室內導覽 內部完全被真理 非常REAL 以後呈現生活細節 超大的開放式廚房 中間加裝了推拉門 中西雙廚 整體面積約15平方米 連接著餐廳的部分 可以做成酒吧 南向的超大客廳 面積約90平方米 南向面寬長達10米 一部分作為家庭廳 一部分作為接待廳 拉開門簾 南向社區園林景觀 及國貿集群一覽重山小的感覺 中間的臥室面積約20平方米 戴套內的書房約5平方米 戴窗戶的衛生間 南向還有露台 臥室的衛生間面積約5平方米 南向開窗比很大 沒有一點的壓抑感覺 超大的衣帽間 截挨著臥房 面積約6平方米 民所在的位置是主臥大套房 南向臥房加南向明衛北向的超大套內書房 整體面積約70平方米 面寬約10米 彩光觀景非常棒 小中還擺著一位不明的擺設 仔細看原來是金山 網友看是整個就一股老子有錢的感覺 果然有錢買不到品味 看得很想幫他整理一下 小中媽媽還說 汪曉飛在北京買了新房 找來知名設計師柳道花設計 想必品味會大幅提升吧